今天講一下這個27條 1991年的題目 那怎樣做這個直線方程呢? 在選擇題裡面可以很快地去解決 用這條做示範先 經常都會考的,公開試 A就是4-7,B就是-65 現在說通過AB的終點,而且會跟這個 比了的方程垂直 那這個直線方程是什麼呢? 英文就是題目在下面 The equation of the line passing through the midpoint of AB and perpendicular to this equation 好,那MC的方法呢? 當然用MC的解決方法快些 首先就找一個midpoint的終點 終點就是 兩個數相加隨二 4加-6 隨二 那這個就是x的座標 那就是4-6 隨二 很多人 都知道了 4-6是-2 所以答案是-1 那y座標呢? 就是-7加-5 隨二 就是呢 5-7 隨二 -2 隨二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很多人呢 5-7 都知道-2 但是-7加-5 經常計錯數的 那小心點 好,那有這兩點 跟著我們呢 可以呢 嘗試代入去下面ABCDE裡面 看看哪個答案是會滿足的 OK 那除了代入之前呢 你都知道呢 它跟這條線是垂直的 那垂直呢 就是斜率相乘負1 那這個 AX加-BY 加-C對0 就是general form 一般式 general form 一般式 那所以呢 我們的A和B呢 就是什麼呢? A就是3 B就是-4 那為什麼我們要有這兩個數呢? 因為我們要計個斜率 斜率 M呢 就是-A OVB 那公式要記一記了 然後 兩條線如果垂直 M1乘M2呢 會是-1 那就是說 換言之 M1乘3OV4呢 會是-1 那你可以計到 M1呢 就是-1乘4OV3 就是-4OV3 OK 行不行 好 那答案呢 你要滿足 這兩點 而且滿足斜率 那你就可以看看答案了 那A那個先 3X-4Y 減1 就是0 那我斜率是什麼呢? 要跟這個一樣 剛才剛才說過 M呢 就是-A over B 那就是-3 over-4 就是-3 over 4 那跟這兩個不一樣 所以這個呢是錯的 C 4X-3Y 加1對0 那M呢 那M呢 就是-4 over-3 因為-3 1A是4 B是-3 所以呢 就是-4 over-3 又錯了 D 4X加3Y 減7 就是0 那M呢 就是-4 over-3 那這個呢 和這個呢 就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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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呢 有機會作為最後答案 但是 當你又要滿足了剛才那兩點鐘 如何負1負1呢 只有一個答案而已 為什麼呢? 當D的時候 左邊 就是等於呢 4乘負1 加3乘負1 加3乘負1 減7 那就會等於 負4 減3 減7 那就是負4 加3 加7 可以抽個負出來的 這樣就幫大家去計 這些負數 負14 那就不等於0 但是 E那個呢 左邊是等於 4乘負1 加3 乘負1 加7 即是說 負4 減3 加7 即是7 減4 減3 即是等於0 所以E呢 就是答案了